习近平指出,中国、俄罗斯、印度都是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互为重要战略合作伙伴。 三国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似发展目标,对地区和世界未来负有重要责任。 当前形势下,中俄印三国的共同发展和密切合作成为世界格局演变中越来越重要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力量。 习近平指出,过去十几年,三国本着开放、团结、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精神,积极开展三方对话合作,取得重要进展。 面对新的挑战,我们要进一步推进中俄印合作。 中俄印要倡导新型国际关系,不断巩固政治互信,结伴而不结盟,推进大国关系的良性循环,合作共赢。 要加强在二十国集团、金庄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重要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 普京表示,俄中印互为友好国家,在相互平等、相互尊重基础上发展起良好关系。 当前世界形势下,俄中印加强合作,符合三国自身利益,也对世界有积极意义。 三国要致力于建设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体系,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加强在经济和金融领域,包括二十国集团议程上的合作,推进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建设对接。 莫迪表示,我们三国就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讨论,十分必要。 国际形势中不确定性上升,单边主义、小集团倾向抬头,对多边主义带来挑战。 发达国家未能兑现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承诺,实现联合国二零三零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任重道远。 印中俄作为世界主要国家,有责任保持密切沟通,在维护国际和地区稳定,促进经济繁荣,共享发展经验,共赢新挑战方面积极发挥作用,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多边体系。 三国领导人一致同意,进一步加强中俄印合作机制。